OK 我们接听今天最后一通听众的call in 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蓝赚讲师呢 诶 新度 新度 恭喜啊 总是会有几个不知道点到为止的听众 辛苦了 蓝赚讲师 兴奋啊 居然接通电话了 心情很好 呃 那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蓝赚讲师的吗 羽毛请 QQ嫩嫩好喝到没铺茶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不知道耶 因为我是蓝赚讲师 我只懂人生跟赚钱而已 OK 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问的吗 请问蓝赚讲师喜欢三色豆吗 可以问点跟人生方向有关 没有关系 因为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棒的人生问题 好 那今天的最后一题就是 老师喜欢三色豆吗 感谢你的提问 这题是吧 那我先问主持人 你喜欢三色豆吗 不太喜欢 为什么 不好吃 嗯 不好吃 所以你是不是觉得说 便当里面有一格三色豆就是觉得有点敷衍的感觉 没错 那你是不是觉得宁愿三格都是菜脯也不要一格三色豆 没那么夸张啦 那你是不是宁愿世界上多200个顾问也不要便当出现一格三色豆 就说没那么夸张了 好 那我问你 玉米你OK吗 OK OK是什么 那红萝卜呢 也OK啊 那是不是很明显 你讨厌的并不是三色豆而是青豆 所以三色豆就像分组报告一样 有人负责查资料 有人负责统整 有人负责什么都不做 就等着上来报告 那个报告的人就是青豆 所以你会觉得这个报告很烂 而且这主名还是以青豆为主的 三色豆 玉米跟红萝卜根本不是豆子啊 没错没错 但真的是这样子吗 被讨厌的那个人就是错的吗 不是吗 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主管学的范畴咯 如果是你 你会选择用什么东西跟玉米搭配呢 呃 蛋 蛋 很好的决点 那你会选择什么跟红萝卜搭配呢 呃 蛋 蛋 很好的选择 但是这样就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 厉害的是蛋啊 厉害的不是红萝卜跟玉米嘛 那你想想看 今天你必须要找个东西跟红萝卜 还有玉米一起搭配 呃 鸡腿 嗯不对 呃 鱼 鱼卵 冬粉 呃 梦想 所以你现在就知道 玉米跟红萝卜有多难搞的 玉米就像是一个在办公室里面 不把泡面倒到鱿鱼台里面 然后不清的那种人 那红萝卜则是每15分钟 会起来吸地板的那种人 清豆到底有多厉害 才能跟他们两个人一起相处啊 就是为什么团队需要清豆的这种人啊 因为玉米跟萝卜本身是有问题嘛 像是Dringo 少喊还有 好的 谢谢大师今天精疲的分析 看来蓝钻讲师是喜欢吃三色豆的 没有我不是 三色豆是垃圾 去你吧 这是你好 对 是 是 对 对